作为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拉面店工作了一段时间 在工作上到底有没有遇到跟日本人沟通不了的问题? 另外一般工作上的日文我又听得明白多少? 我想跟大家说我是听到八至九成以上的 基本上没什么听不明白 可能你会说我在认 但事实上就是这样 可能因为在日本拉面店工作 需要用到的日文就不太多 最多是听一些指示或跟客人聊天 所以在工作上我跟日本人沟通是完全没问题 但无论如何 要感谢国家和北京语言大学对我们一帮我语学生的栽培 大学为中国学生度身订造极为专业的课程 令到我们可以在日本之前 可以充分掌握到生活上所需的大部分人文 其实我是完全不敢认 因为在北语我不是最好的学生 我最多都是属于中上那批学生 日文比我好的学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而我也相信只要你在内地读大学 是读完大一大二两年日语专业的话 都会有我一样的水平 甚至是比我更加聪明的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我现在的日文是属于一个什么水平 我相信我自己的日文水平是日本能力士N1的水平 由于我们北语都没有强制过我们这些日文专业学生去考日本能力士 所以我自己都没去考 但在大学跟我成绩差不多的同学来到参加这个N1考试 出来的成绩都考得很好很高 而且没有人是不合格的 因此我相信自己是这个日本能力士的N1水平 回想起来我在去北京读大学之前 是完全不懂日文的 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两年在北京的学习之后 今次来到日本再经过这个实践 我就已经发现自己是已经掌握到基本的日文 我在日本最好的朋友千宏 时不时都说我的日文说得很好 他说有时甚至会误会了我是日本人 听到这些赞美说话 我自己当然是很开心 但我也同时明白 能够跟一个日本人沟通没有问题 其实只是学习日文的一个基本 就正如我们大学老师经常都跟我们说 就算我们通过了N1这个考试 都只是学习日文的一个起步 要真正成为一个日语专家 我知道自己还有一条很长很长要走的路 所以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比心机 不会辜负了学校对我们的栽培 最后我希望可以用静低年在日本的时间 将自己的人文学得更加好 另外就是要争取更加深入了解日本这个国家 我希望将来毕业之后能够利用自己学到的东西 在某些领域里面为国家贡献一些东西 今天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